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77岁 作为中国交响乐团国家级小提琴独奏家 圣中国是最早在国际上 为中国争得荣誉的小提琴家之一 著名小提琴大师美纽因来华访问时 曾与圣中国合作演出 并称赞她是我在中国演奏巴赫双提琴协奏曲的最好的合作者 澳大利亚ABC广播公司将她练入世界最伟大的意识家的行列 圣中国老师持琴戏去天堂里便多了这悠扬的穆德 人物经历圣中国五岁开始随附学行 七岁第一次公开演奏 九岁时武汉人民广播电台 布置了她独奏的莫扎特 贝波森 舒伯特等人的经典作品 向全国广播1954年以最优一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众 1956年 举行的纪念莫扎特诞辰尘二十零周年的音乐会上 在李德伦指挥的中央乐团管弦乐队协奏中 演奏了莫扎特的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同年 他参加全国音乐中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队合作 演奏了马斯通的F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深的音乐界的好评和重视 1960年赴苏联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 史从著名小提琴大师科柴 1962年获得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小提琴比赛中预奖 1964年回国后 在中央乐团任独奏演员 1980年 他到澳大利亚的六个城市 举办了十二场音乐会 成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日本政府曾受与他文化大事的称号 老师一路走好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